虽然由于疫情的原因 本赛季的CBA总决赛不对外售票 但是依旧无法阻挡 辽兰球迷们的热情 这几天辽兰球迷一直在场外 支持着球队 他们向球队大巴车 挥舞着手中的大旗 上面写着 我爱辽兰 2022CBA总冠军 还有球迷拿着拼到底 赢到底的标语 特别的鼓舞士气 相信在场内 辽兰的小伙子们 也一定会收到这份热情的 2021-22赛季CBA总决赛 辽兰小伙子们 也在用他们对篮球的热爱 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回馈着我们 总决赛第四场 将会在今晚的7点35分打响 已经大比分3比0领先的辽兰 势不可挡 向CBA巅峰发起冲击 进入总决赛 辽兰每场比赛之前发布的海报 也是让球迷们津津乐道 那么今晚第四场比赛的海报 又会是什么样呢 揭晓答案之前 先带大家回顾一下 辽宁南篮官方发布的 前三场比赛的海报 第一张海报 是以本赛季全联盟 所有的伤病员名单为主题 向所有的伤病员致敬 第二张恰逢夺冠四周年的纪念日 海报的主题是 17-18赛季辽兰夺冠的全家福照片 很是应景 而第三张海报 是身批辽兰99号战袍的吉祥物 辽宁飞豹 它已经和给1和2上好了7 寓意虽然是赢了两场比赛 但是也要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 而海报上醒目的1234 也取自球迷支持辽兰的口号 1234 我爱辽兰 马上来揭晓今晚总决赛第四场比赛的海报 这次的创意主题是以观众的视角和球迷一起看总决赛 要感谢所有支持CBA联赛的球迷们 因为疫情不能到现场观赛 但是球迷们依然是以各种形式支持着联赛 为主队加油 因为热爱忠于所爱 同时也致敬疫情防控的所有医疗工作者 志愿者 是你们让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 让抗疫形势逐渐的好转 虽然主题就两个字 但看得出来辽宁南岚十分走心 不单单关注比赛 更关注为疫情奋斗的每一个人 相信辽宁南岚今晚一定会全力以赴